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他们来说 可能一个微笑和主动说一句话 就是天大的主动和让步 对于其他人来说 却可能仅仅只是开始 摩羯就是这样 刚刚开始就结束了 你来不及招架 连你们怎么量的都不知道 如果当时再多说一句 如果当时再多出来见一面 如果当时再表达清楚一点内心的感受 也许很多的往事 都不会成为遗憾和不了了之 谁让摩羯这么酷呢 独立让他们不会向人祈求 工作让他们拥有全然转移难过的杀手锦 安全感让他们不会陶醉于任何虚幻的爱情 说实话 再多的殷勤也很难撼动摩羯的理智 也很难让他们对你存在深深的依恋 就是这样扛起遗憾和不了了之的摩羯 是否能用主动多给自己试一次的机会呢 在自我奋斗的路上 找回一点久违的柔情 是否能用多一点的主动化解不必要的曲解和误会 去赢得本该属于你的东西 而不是在远处自我说服 我不想要默默承担着苦和委屈 摩羯主动的让自己任性那么一回两回 也许对你们拘禁太久的心灵 是一次成长和喘息 主动不是屈就不是示弱 不是贬低 不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主动是为了摩羯华丽的生命里 不容有错过的污点 主动是为了摩羯最后的骄傲 宁愿世界有错 但绝不允许错在自己 主动也是让摩羯那颗仗义的灵魂 真正得到报道 摩羯 世上最难过的懂事 叫做摩羯的成全 愿你心安 死去尽力 死去尽力